上回我们说到锦密本来要进先的时候,却遇到太上老君的反对,人家老妈有资本,之后又有人提议让锦密下凡历劫,体验凡人的生老病死,虽然如此,但是凡人也是快乐的,不过锦密也是直接答应下来,旭凤得知这个事情后,也跟着下到凡间,没想到碎河竟然也紧跟而至,他们在这里又发生了许多事情,最终锦密的人间之旅又将如何。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《香蜜沉沉静如霜》第21-22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从续凤和锦密下凡之后,月下仙人的姻缘殿就冷清许多,你要不要考虑给我牵牵红线,我陪你玩可好,就连牵红线的心情都没有了,可别啊,我可需要你啊。 而机缘仙子也是一样,由于他掌管着凡人的命运,但此时他却要在天后与天地之间徘徊,可以说是也很没难,要不然你辞职好了,这个老板不咋地。 由于旷路的父亲太乙真人的生辰即将来临,不得不说我们旷路的背景还是不小的,于是乎旷路便拿着情帖来到姻缘殿赠送,但却被月下仙人认作是锦密。 不是吧,我近视四百度都能看出来不是,还为其垫上一身锦密当初装的红裙,年龄简直就是锦密。 这时,旷路想起曾经锦密说过的话,又想到月下仙人的话,顿时高兴不已,开始做花痴梦了,月下你红线牵得好,之后月下仙人便给了旷路一根红绳,结果旷路却再要一根,这说明什么兄弟们,我就不多说了吧。 这一边锦密采药回来时不小心摔伤,爱好心疼小葡萄,旭凤你快点出来,房间里的旭凤听到外面的动静,便担心地出来查看,看吧,你们俩就是捆绑CP了。 不过他忽然记起来,自己不能让锦密以为伤好了,毕竟外面时局动荡,现如今要是锦密知道自己好了,一定会追问个不停。 不过他出来的时候,锦密却以为是两人之间有默契,所以也没有过多怀疑什么。 我说葡萄啊,智商停留在水静了,光有美貌可不行。 接着,旭凤又装作一副自己还没有好的样子,询问锦密的消息,二凤是电影学校毕业吧,锦密也不愿透露信息,只说出自己叫做锦密,因为他认为旭凤反正也听不到,你看看,到底是心思单纯。 画面一转,矿路来到河边见到润玉,此时他正在望着河边发呆,这个恐怕就是相似病吧。 于是,矿路上前与他说话,但润玉见到他一身红装的打扮,很是不悦。 哎,可怜的矿路,只是想追爱啊。 不过,确实不应该趁虚而入,矿路随即拿出父亲给他带来的酒,名字叫做冰心玉壶,我怎么感觉名字怪怪的呢? 润玉自然明白他以真人的用意,但还是对矿路没有那种心思。 但是,矿路却不放弃,继续给润玉说起一则故事。 这则故事说的,简直就是他与润玉的故事。 不得不说,我觉得润玉要发怒了。 结果在下一秒,润玉直接怒骂矿路直言自己定不需要,别人给出的同情和怜悯,但矿路还是强行将红线塞给润玉,直言自己只是给他讨个彩头,祝福他和锦密走得长远,总感觉这样有点不太好。 另一边锦密拿来无功,本打算吓一下旭凤,结果旭凤却直接生吞下去,已大概是忘记旭凤的身份了。 于是,锦密又拿来一只蜗牛,这让旭凤顿时吓得不轻,直接就躲到一边,蜗牛都害怕,二凤你说说,咋回事。 之后,锦密为旭凤凤准备好药育,但旭凤竟然要求锦密伺候自己,二凤不要过分了呀,速度点我们也看看。 锦密对此很是无语,当他看见旭凤身上的时候,直言他根本不像土匪,他当然不是土匪,在天上的时候是殿下,在下面还是王。 不过,旭凤却不能开口说话,只能默默听着。 润玉到姨园殿,本来想还给月下仙人那条矿路送给自己的红线,但月下仙人却劝导润玉再找一个,夺损呀,人家就是喜欢锦密。 这句话一出,润玉彻底窝火,严明自己对谁有心思,天界之中谁人不知。 但他却在这里看见,锦密与旭凤的亲密行为太扎心了,竟然播放这个。 之后,旭凤陪锦密出去采药,他一路上都在听着锦密的抱怨,但是由于不能发声也听不到,当然这都是二凤的表演技能促成的。 所以,锦密十分放心的,说出自己的秘密和苦楚,以后大家要谨慎呢,说不定你身边有二凤。 这时,南平王的人来到山上搜捕,旭凤和锦密不胜滚落,锦密本想要大声呼救。 旭凤担心引来官兵,便当即稳住锦密的双唇,我的天,你们连野外都要秀恩爱。 但他也明白,这些人之所以这样,一定是观众的。 画面一转,燕幼回到洞庭湖后,在这里见到他与属仙的恩主。 恩主询问燕幼是否记恨过自己,一直以为燕幼就是一条单纯的蛇。 没想到啊,燕幼表示否认之后,恩主当即就说起聂灵剑的事情,需要燕幼夺到他,然后杀害旭凤。 不是吧,为什么要杀可爱的二凤?燕幼却有些犹豫。 但燕幼知道这件事的危险性,所以再次劝导恩主,严宁若是自己死了,那到时候就没有人帮忙了。 燕幼是一个工具人的感觉,但这位恩主却坚持这个决定,真是执迷不悟的人。 就在燕幼即将离开的时候,突然一个孩子跑来,说着自己想要回到泥潭打滚,这令燕幼更加心疼,决定不能再让事情这样发展下去。 听到泥潭这个词,我总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。 而旭凤和锦丽自从经历过那个事情后,关系也变得更加亲密,你们一定要一起闯关吗? 这一日锦丽忽然发现,自己最近总是心计。 旭凤便有些担忧,之后旭凤给锦丽做了一餐饭菜,这令锦丽很是意外。 没想到二凤在房间不是历劫,是学会做饭了。 旭凤严明这是自己给锦丽的诊金,但锦丽却表示拒绝。 回应称,旭凤是他的第一个病人,自己作为圣医族的圣女,只是一忙的陪葬帖。 二凤里听见没,怎么能欺负葡萄?旭凤此时在心里暗下决心,一定要在出去后替锦丽完成梦想。 夜晚旭凤看着熟睡的锦丽,想到自己现在,必须去北亭王那里,毕竟那里有自己的心腹军队。 所以,次日锦丽醒来,没有看见旭凤身影,只看见他留下的书信,暗暗感慨,旭凤的不告而别。 别伤心,你俩还会见面的好吗? 于是锦丽只好回到圣医族,枪活看见他还活着十分高兴,随即又表示自己定没有将锦丽,当初拿走血脂的事情告知长老,向急了离家出走的小姐回来了。 但锦丽却表示自己也相信,一忙是不可能长生不老的,接着锦丽就说起自己这次接诊的病人。 觉得书信上的话,多半无法相信,你谁都可以不信,但你一定要信二凤了。 另一边刘英被顾城王的人偷袭,就在他双拳难敌重敌的时候,齐渊及时出现就吓了他。 糟糕,是心动了,刘英看着他的眼神,就想要将其面罩摘下来,但是在最后却晕倒过去。 刘英你醒来,你揭开来我们看看,于是齐渊只好将刘英安置养伤。 不得不说,齐渊也是一个小暖男,次日刘英醒来的时候,得知自己获救,却不知道是谁救了自己,我帮你回放看一下哈。 而男平王如今间隙,旭凤已经被杀害,所以提出给旭凤发丧。 怎样你见到人家失守的吗?但穗和却表示拒绝,他严明自己的梦想,就是嫁给旭凤为妻,就在二人争执不下的时候,手下的人来报称旭凤回来了。 果然都是关键时刻出现的。 外面的旭凤正在商议南平王的事情,见穗和前来,旭凤便想要回避,穗和在天上不被待见,在下面又一样了。 当上朝的时候,旭凤故意在南平王面前,洋装出一副不舒服的样子,这让南平王以为,旭凤的毒终于发作。 你看,我说什么来着,你一定是一个演员,其实这不过是旭凤的对策,草率了大家。 于是乎,南平王便宣布叫圣女前来给旭凤看定,但旭凤不想牵扯到紧密,于是就表明拒绝,但奈何大多数人都支持叫来圣女,旭凤也只好答应,怕什么,又要见到媳妇了。 出去的时候他交代手下,亲自去迎接圣女,但手下却担心旭凤的安危,结果却看见穗和出现在后面,你未来大嫂,你去接一下怎么了,于是虎辽远君只好先行离开。 其实,穗和这次前来,只是给旭凤送来养神的汤药,但旭凤却一点都不在意穗和对自己的感情。 因为他的心里现在有了紧密,美女泡的汤药你都不喝,看得出来你爱老婆,但却让穗和很是伤心。 这一边圣衣族的姑姑们正在礼拜,过后姑姑前来询问紧密,交给她保管的血脂去了哪里。 可可,这下有的紧密处理了,然而紧密却坦言是因为不小心吃了,因为不死前昆丹虽然炼成,但她也担心所以才吃了血脂。 紧密啊,说话可不是好孩子哦,但如果只是那样就算了,一旁的枪活还在与紧密互相推,言明自己要揽下。 这句话一出,让姑姑瞬间勃然大怒。 朋友们有句话说得好,不作死就不会死,但此时却有人来暴称一忙让圣女前去宫内。 紧密和旭凤可以说是一起经历过许多事情,他们二人又能否在一起。 润玉知道矿路对自己的心思,但还是冷漠地拒绝了矿路,随即又想到紧密,但毕竟现在陪紧密历劫的是自己的弟弟,所以润玉又要如何是好。 这些精彩内容,我们就等待下期再来分说,记得点赞转发关注。 继续